有的小酸 今天我們來介紹一副凝露的牌組 不用說看起來非常的奇怪 那 其實現在可能不用帶電光人啦 不過 有受電光人或許可以開啟一些新的打法 那主要這副其實還是就是梳立然後凝露 然後配上兩個退回然後收工 那有時候你可以打一些比較奇怪不一樣的play 所以我大份的時候其實都是打類似這種play 像我們這邊 下輪就可以梳立下下輪凝露了所以 應該都是打這種play 這副其實主要問題還是會被各種帶鎧帶狗的牌組嗑得很兇啊 就打這吧 我願意犧牲一點能量然後 畢竟對面沒有可能是黑鷹牌組的 所以來防一下黑鷹 其實我們這邊甚至可以考慮snap 喔他不是黑鷹喔 他不是黑鷹我們就snap了 如果同樣是摧毀兄弟的話 其實我們應該是蠻佔優的 會有一堆凝露跑來跑去 會有一陀拉谷凝露跑來跑去 毀滅者也是從左到右的毀滅 所以等一下 最後一輪第六輪的時候右邊是應該不會有任何凝露 假設 第六輪打毀滅者的話 Iron Fist 你在幹嘛 呵呵 呵呵 我們先這樣打 我們不要多摧毀因為他有可能帶死紅女神 喔他也是凝露 OK 來 這樣到底發生什麼事 這個地方會有兩個凝露 這地方會有三個凝露 這個地方會有一個凝露跟一個毀滅者 OKOK 全世界都是凝露啊 你可以看到的其實就是多一點能量的 狀況 我們一輪也只有打一張牌 電光人是有一些搞頭的 不過當然也是偏 有點憨啦 呵呵 呵呵 因為我們必須要有一大堆好牌才能夠那樣子搞 電光人還是蠻怪怪的 呵呵呵 浪或許還比較好一點 像這邊努爾其實就超強 像大家一起玩凝露的原因是因為凝露可以撿那個 周末的任務然後可以拿到金條 所以現在玩凝露還蠻多人的 我們這幅凝露也是非常好的一個凝露所以大家也可以 稍微參考一下 星光堡壘 會換區域喔 星光堡壘 worker keeper 心靠 對lessness 又閒 嘴色 latte Arctic 又 packed石頭 光堡壘 也是怪怪的 沒有錯喔 好来的 他完全沒做任何事了 他完全什麼事都沒幹 鬼滅者OK 鬼滅者 is ok 他沒省人之家還沒出發 他可以省他的凝路之類的 等一下我是沒有吃到 我沒有吃到蘇莉 他也是略為奇怪 沒關係 他該不會屯心吧 沒有我推薦他會炸裂 因為我的 OK 因為我的金鋼狼會過去 喔沒有他有 他有凝路嗎 那不是凝路 GG 呵呵呵呵 醒醒醒 11點讚 他的金鋼狼 呵呵呵呵 我是不太了解為什麼他要帶鐵拳 或許他想要做的事情是 鐵拳加蘇莉然後下輪打屯心 是個想法 現在蘇莉 位置被改我其實也不知道確定到底是什麼狀況 好像是你打蘇莉的那個地點 會黏住 他的效果其實是放在你打那個地點上面 算是也是挺詭異的一件事 約盾海姆 我們等一下可以打一個 凝路然後再接回面子 那是鐵拳俠 對啊 能量不夠 呵呵呵 這樣 這樣 呵呵呵 話說夠了 老熊 會降戰力 好像直接吃喔 我們可以做這個play 這play還蠻好的 對吧 呵呵呵 不是他們不可能吞嗎 蛤 等下 總監戰力有可能不夠 呵 進行跳中間 呵呵呵 喔 等一下 其實有兩張 那個 那其實夠 我扛 我扛 原來是個扛 他竟然還帶扛 我們戰力超級高耶 這裏也有20啦 這裏也有20啦 可是這26以上啊 whatever 呵呵 碰碰碰 喔 因為會吃兩次 所以中間其實是12加5的 戰力 的 對 吞心嗎 我不知道 不可能是吞心啊 我Snap他還留著是什麼東西? 上氣嗎? 你的上氣也不夠啊 努爾也不夠啊 58 感謝你的送分 很讚 所以這其實一方面也是電光人的功勞啦,因為 假設我們沒有辦法第四輪打那個凝露的話 那我們就沒有辦法第五輪打 猛毒腦地肉輪接佐拉 所以其實完全是凝露的功勞 怪物的島嶼 有康啊 康康貝 這我竟然蠻偏向多打 多打一輪的 有康康貝 理論上我們想要做的事情是 上氣掉這個,然後把自己的東西幹掉,然後最後一輪打努爾 再接倫敦,然後會變到兩路,然後就超大 我們的理論上的 想幹的事情是類似這樣 這邊我們想要防的東西是他的 溫馨之類的 他也有可能跟我們一樣有奴爾,所以會一樣搭 金鋼狼 去最右邊拜託 所以這樣屯形就已經 不是威脅了 屬力會吃 會buff到奴爾嗎 我感覺理論上應該不會 我不知道是如何 右邊 3 我還想要打這張的 蠻想要打這張的 問題是 問題是奴爾吧 如果他有奴爾會發生什麼事 他完全沒用他的梳理喔 毀滅者 結果 話說夠了 老兄 話說夠了 老兄 話說夠了 老兄 老兄 OK 呵呵呵呵 經過一陣瘋狂摧毀之後 呵呵 哼 他也沒上氣啦 所以 不用害怕 他也沒奴爾 所以也不用害怕 他所有牌我們都知道 最後一張是毀滅者 幾級啊 奴爾OP啊 所以如果對面一起在玩摧毀的話 奴爾就超舒服 然後我帶一張上氣也是 會讓奴爾變舒服一點 他也沒有上氣 感謝你BUFF我們的奴爾 奴爾表示星位 他也沒有上氣 幾級 徐槓鈴 這是試煉場 呵呵呵 這一副只能用來解任務 我覺得強度還是不大夠好啦 因為其實 用凝露的人 開始變得有點多 然後凝露牌組 基本上遇到一些凱啊 殺毀的 也會直接炸裂 就是有各式各樣奇怪的牌組 都很刻凝露啦 就比如說索區 比如說凱 所以這個基本上只能讓他來解任務而已 所以 不大建議大家除了解任務之後 去幹其他事 就比如說玩 呃 銀牌那個 征服賽 其實不大建議 因為現在用凝露的人 稍微偏多 所以其實已經有人開始Counter了 那解完任務之後 其實基本上就可以 改完別複製 可以拿來拔踢 或者拿來打那個試煉場 其實都非常OK的